节目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谈论了一些经济和政治的话题 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季度的增长 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的损害 美国的增长速度和过度消费的问题 还有俄乌冲突的原因和影响等等 这些话题的讨论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10月说,这些真正的心底 六道里的说 中国第一季度的增长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同比增长5.3% 这主要归功于强劲的工业产出和出口 但周二公布的经济数据也显示 产能过剩是真实存在的 可能会对中国本身造成损害 虽然中国的工业引擎在1月和2月加速 但在3月再次降荡 产出同比仅增长4.5% 比1月和2月的7%大幅下降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第一季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暴跌至73.8% 这是至少自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不包括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第一季度 从数量上看 中国3月份的出口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高 但就价值而言 它们仅略高于10月份的水准 W.S.J. 叶青说 这两条新闻连起来说就是 美国增长是聚期的两倍 体现了美国全球经济的领袖地位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望是聚期的4倍 但是这种增长是对中国及全球的过剩危害洗击而泣 麻婆豆腐说 快被它玩残了 都让你说了 不败之地 有领袖气质 这么说也对的 只出口不进口 当然对其他地方是危害 Fly100说 中国不进口吗 麻婆豆腐说 进口不多相比出口 天朝大国不太需要别国的东西 Stuck下化线 I下化线 Ton下化线 Closed下化线 Fly100说 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 2024年一季度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10101693亿元 同比增长5.0% 其中 出口57378亿元 增长4.9% 进口44315亿元 增长5.0% 叶青说 中国当然要进口 而且需求好多呢 但这需要美国的配合呀 中国想要进口的 AI芯片 集子外光客机 F119发动机 各类航空设计软件 一大工程软件 F22 F35 福特级航母 爱国者导弹 奈何美国不卖 怨不着中国呀 Fly100说 Google AI回复我得 数据没经过查证 实验说 加了新药 完成昨天没有吃完的沙拉 Fly100说 如果数据准确 那中国进口还比出口增长更多 中美贸易协议里 美国要求中国买的大部分都是农产品 好健康的饮食 总体进口量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 2023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口国 进口总额为32万亿美元 而美国是第二大进口国 进口总额为29万亿美元 因此 从总体进口量来看 中国比美国多 这个也是Google AI回复我的 具体来看 中国进口量增长将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进口需求不断扩大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 进口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进口政策更加优惠 美国进口量增长将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美国经济逐步回暖 进口需求有所回升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 进口需求将相应增长 美国制造业回流 进口零部件需求将增加 当然 中国和美国的进口量增长也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 总体而言 预计未来中国进口量增长速度将略高于美国 麻婆豆腐说 进口完了呢 再出口 美国的进口就是进口了吧 弗拉伊百说 印度确实是在转卖俄国天然气给欧洲 加拿大的一个数据 野青 说 再说了 就算中国进口多了 对方就感恩了 就喜欢中国了 中国贸易逆差前三名 台湾 澳大利亚 瑞士 他们又更喜欢中国 更善意 玛尔布论一说 美联署通货膨胀下不了 息也降不了 今年美国的增长率将是G7的两倍 叶青 说 这属于美国官方正式打脸麻婆豆腐的美国通胀问题 已经解决论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玛尔布论一说 土耳其以色列内某对中东紧张局势负全责 国际核能机构担忧以色列攻击伊朗和设施 权威人士 强美元和高利率冻结了世界经济 俄国企图迫使乌克兰放弃其第二大城市 谷歌将为AI斥资美元100币 IMF警告 美国过度消费和激增债务 共和党议长冒险 将分别提交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提案 Bank说 我可以证明 真的不收费 可是有一个问题 你有几个弟弟 叶青说 美国空军的智库 KC中国航天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 中国正在训练卫星操作器 准备进行更广泛的载轨卫星加油服务 并称之为和平时期和战时的太空后勤管理关键能力 报告声称 在过去的六年里 一家中国公司表示 正在发展卫星加油机 用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服务任务 早在2016年 中国首次成功进行轨道卫道的太空加油 被认为获得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是 如果要进行大范围的卫星燃料加注 就得需要有专业的卫星操作员进行天机加油 这就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训练 中国正在开发一款模拟工具 用于训练卫星加油操作员 该工具旨在复制空间环境和载轨服务卫星的场景 用于培训 评估 任务安排和技术测试 当前涉及的主要任务就是加油和清除碎片 中国曾于2021年 将一颗废弃的北斗导航卫星送入禁地轨道 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试验 麻婆豆腐 说 已经大幅下降了呀 九到三不是吗 至于能不能很快到二 没人知道 但是趋势就是下来了 中间有反复也正常 不消费 生产为啥 吃饱撑的 没有美国人的挥霍 世界经济肯定受影响 希望中国可以接走美国挥霍的接力棒 这样也就不用担心美国不消费了 Bank说 有进口就得有出口 只进口不出口 肚子胀啊 习仔 说 atbio下话现衬 两场欧冠逆转好戏 不看真是可惜 麻婆豆腐 说 按你这说法 美国早胀死了 bio下话现 Chan说 看了 巴萨输给了裁判 气得我 直接跑步去了 刚完事 白让你嫂子数落一顿 草大怒 Bank说 美国也在出口啊 美元 民主价值观 甚至战争 还有出口国内矛盾 六刀在这说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grcbrmg5kzs Bank说 只有中国 东南亚这些国家 才会傻乎乎的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 制造廉价的产品 赚点辛苦钱 老美印钞机一开 财富自然来 习仔 说 29分钟阿劳获的 红牌是关键 Bio下话现Chan说 红牌该不该出 是另一回事 核心问题 是对一个队过于严厉 球队心里就有问题了 如同昨天说的 裁判跳进场内 抡圆了一顿大嘴巴 但是主要针对一方 习仔 说 幸亏有裁判转移视线 不然巴萨的中后场 被骂惨 Bank说 嫂子数落的对 这么大年龄了 看个球还生气 幸亏你不看中国足球 习仔 说 人家还年轻 阿劳获在目前 这支巴萨的重要性 类似于当年的普悦尔 Bio下话现Chan说 节奏都乱了 也没了章法 比赛很怕这种因素 今晚估计够呛了 昨天又精神上玩物丧志吧 又肉体上 这阳虚乃阴虚的 说死我了 笑容可居 AtBank Bank说 哈哈 有个医生的太太 身在福中不知福 Greening 所以 嫂子说得对 休息的节奏乱了 恢复回来就是很难 个人 求对 社会莫不是如此吧 Bio下话现Chan说 对 不听西仔的了 一切为欧洲杯创造 有利条件 紧绷的二头机 Bank说 哈哈 西仔有点小失落 六刀在这儿说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PZ Echo 7 WWTU0 西仔 说 今晚更得继续啊 神仙打架 怎能错过 谁说今天才知道这么一个人 但是 对网红的生态 知道 基本是在刀上天使 全球差不多 西民说 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 开战之初 在土耳其的斡旋下 俄乌双方已经草签了一份协议 这里的草签 是外交上双边缔约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环节 即双方谈判代表 在文本上签下自己姓和名的首字母 故称Initially 草签意味着双方对协让内容已达成一致 只需各自政府批准即可生效 当时的协议 好像俄罗斯并不要乌领土 只要求乌不入北约 后来约翰逊来了基辅 再后来爆发了马里乌波尔战役 一年前就这么说了 那专门搞个进口博览会是为了啥 甜点说 是时候来各俄乌专题了 喝点小酒 台怀大骂 赛敏说 当前的利率水平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 施业说他们对战争的判断是错误的 才造成了不愿意谈判 他们以为成功可击败俄罗斯 这涉及到太多太多产量 引主政治为什么产生了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 为什么乱战差点量成立顶之增 赛敏说 美国财富越来越集中 也越来越躺平 不愿进行实体投资 进而越来越以赖金融化手段来钱生钱 于是富人借钱给穷人消费 就成了主要盈利模式 因此过度消费在美国是必然 被人忽悠加胁迫 施业说 为什么热战之后 持日之战怎么不断 赛敏说 我只有一个小弟弟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施业说 为什么现在走上了极端化 社会主义的罪恶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民主政治存在的问题 西方有所讨论 东方只有些没有意义的对民主的攻击 西方现在靠的不是什么公民社会 而是经济法律的底子 施业说 为逝去的土兵及老百姓讨个说法 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施业说 嫂子更年轻喜极而泣 施业说 一旦经济持续衰本 法治最终也会受伤害 相比欧洲之下 美国还可以持续强大一些年 施业说 这是必然的 经济是法治基础之一 施业说 这几天跟几位这几年从真的朋友聊天 他们都是顶尖大学的博士 几十年下来 从真的体验是什么 施业说 已经说的够多了 当尘埃落定 何必再说 施业说 我希望他们最后写此真正诚实的回忆录 告诉后人 为此为戒 甜点说 总结性吧 可以告一段落 老和江河地位在网上挪一步 毛尔布恩一说 HTTPS MP Vaxin QQ.com S R72 KCJ XN SYZ KRJ 2 CSCLW 写得好 翻译得也好 实际说 欧物战争的思考 对我改变非常大 比川普世界还要大 李飞飞这名字 在社交媒体上长期被攻击 直到做思想限制报时 才知道他的身世 我几乎要留泪 我总是为这些的故事留泪 斋门说 已经被称帝了 在网上就成太上皇了 斋门说 是脑贼心软 叶清 说 赞同 司法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健康运作 良好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田典说 向往民主 又鼓吹称帝 妥妥双标 那个龙已不是随便可做的 斋门说 是被动式 而且还没有得到群众响应 这一定要讲清楚 斋门说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现在有了务实的意见 中国应尽可能善待这些国家 斋门说 经济成长 如果不能收窄贫富差距 不能丰富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边界 就会出问题 斋门说 我看德国总理 这次讲理比较得体 公平竞争 塞门说 嗯 他口才不行 脑子还是清楚的 斋门说 习近平讲和为贵 希望是他内心真正的价值 叶清 说 德国总理这次是被一堆企业家 押送到中国的 喜极而弃 斋门说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中国的军力发展 可能就是军员 田典说 惊变了 Roflow Maya Bullen一说 为什么 他是科学家 斋门说 刚刚看了 未教事务上 安倍前顾问的文章 很有感慨 说他是中共的人 日本正在亚洲 最早工业化的国家 只要变成这个样子 塞门说 日本曾锁国三百年 这把锁其实还挂着 The lock on the minds 叶清 说 这其实不是我说的 而是郭正亮说的 他还举证说 德国总理跑到中国去 专门看重庆和各地的德国企业 其实就是企业家们告诉他 德国企业在中国存在的重要性 而第一站是重庆 也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那是欧亚铁路的开端 而它的终端 则是德国 施业说 什么时候坐着欧亚铁路 是否不能实现的梦想 叶清 说 都是货车 您可以中途偷爬上去 喜极而泣 施业说 我小时候 住的宿舍对面 就是京广县 常常踏住火车 很是像我 在车轨上走来走去 有一天 终于坐上了火车 好像花了一九五分 坐了一站路 然后是否走回来 慌了 塞门说 说不定那时 有一位中性少年 也在交际县边看火车 施业说 这一站路 乘策 就是想坐坐火车 塞门说 六零后的儿时乐趣 程大厨 说 王菊昨天也这么说 施业说 非常迷我嘛 也不远 那时进不去 军人把守 那时只有军用机场 直到有一天 父亲从西安 坐飞机回来 才得去机场街 给我一颗糖 说是飞机上罚的 十几天之后 我已是编辑 负责接待来 自个人的同行开会 便于胎力的司机去机场 那时的机场 还是军用的 乘客在飞机场上下了 情下 说 诚实虽好 但看法也不能保证 不是偏颇的 人的思想和认识 是最迷人的带冷汗的笑 十业说 同行都比我大很多 大几十岁吧 乡下 他们现在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此事不可能再跌 人心向善 说 明波外滩 现在是九八一条街 十业说 我喜欢一个人坐着火车 到处跑 到了珍州 报纸上可以坐飞机 去松山少顶寺 我便买了张片 报告是15元还是30年 去了机场 说是飞机坏了 我当然信了 今天想到 也可能不是飞机坏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